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级认识 我是柴银 今天请到论员头顾 颜一鸣分析师 颜老师好 投资人大家好 今天是我第一天 来到所谓的这个电台 那有个兴趣 来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个台股 这个最近的一个走势 颜老师有什么小小名吗 出门在外闯荡的江湖名字 其实这个业界的一个朋友们 知道我的大概都会叫我致名 致名为什么 有一部电影嘛 对 致名跟致名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这个印象上面 会比较深刻 真的哦 那老师就是今天已经 台股的部分的话 已经是破万一点了 对不对 那就是万一到手 投资人接下来的操作策略 到底该如何呢 其实投资人目前为止的话 他的心情上面应该要放轻松 真的吗 站上一万一千点 会更紧张啊 更紧张 对啊 你不要抱更紧 不用紧张 站上一万一千点的话 这是一个基本功 是 因为我们 从四月份的行情来看 五月份的行情 目前为止资金的部分 对 他并没有消退 也就是说 量还在 我们看到这几天交易日里面的话 外资的话 只有一天是站在 所谓的卖钞 是 其余的话都是站在所谓的买钞 然后投资啊 那当然台股啊 最近嘛 回档三天修正 对 几天所谓的小黑K棒的话 是 投资人心情上面可能怎么样 会比较紧张 对 又转 因为量的部分也没有放出来嘛 是 但是今天的台股啊 我们看到它是反映到 所谓的美股 日本 韩国都是开高 对 台股的部分今天啊 以今天的盘市而言的话 那开出来的盘市啊 按照我们开盘爸爸而言的话 它是一个所谓的一点高盘 一点高盘量说的话 代表多方的趋势啊 还是没有改变啊 那当然我们会以这极党股票 来帮投资人来做出一个引导 那当然五虎降里面的话 就包含啊 这个外资近期大买的这些 所谓的全资股 对 那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看到所谓的加钱指数的部分 目前为止它只是属一个形态的整理 嗯 那道雄的部分的话 从所谓的川普当选 大家认为说 这个川普当选是个大利控 结果不是嘛 这个川普 他都一直操控着股市啊 对 反而川普 对 反而川普啊 这个啊 他这个当选之后啊 他就是一个最低点 对 那道雄的话 他也大涨了 一路创新高 一路创新高 那台股的话 当然跟美股的一个联动性非常强 是 那我这边就有所谓的五虎降 嗯 这张质卡里面的五档股票 大概来跟大家讲一下 那第一档股票会讲到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近期来的台积电 鞠牌店啊 第一名 对 他包含所谓的全值啊 是 接近超过的七兆元啊 嗯 那近期来股价当然是创高 是由于外资站在买超 只要外资持续买 买超所谓的台积电的同时 那台湾的股市应该都是走向 也是好的 哎 应该会走向所谓的多头 那第二档股票就是大家看好的大利光 对 那光学镜头的话 是 批数增加 毛利率增加 包含前置镜头 后置镜头 三镜头 五镜头 这应用端 还是会增加 当然你要去看大利光后面 他会不会带动所谓的二线的光学镜头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指标 那我看到台大电的部分也是一样 包含鸿海 鸿海的话 这样 这样股票其实不用去解它 一般投资人会认为说他是选举 总统 对啊 他是选举的一个概念 选举效应 其实我个人认为说这档股票的话就是投资人啊 长期 来所谓的投资啊 最好的一档股票 那台大电的部分尤其啊 近期啊 这个外资是站在所谓的买超同时 对 当然啊 这个 这个网上涨的一个动能心啊 会比较强了 是 那为什么会谈到所谓的联发科 因为最近苹果跟高通啊 他打算喝解 喝解之后 对啊 那这个效益会发生在所谓的 这个所谓联发科的一个身上 所以说现在啊 投资人啊 其实操作的一个准则很简单 我们看到今天的所谓的散热的模组 包含所谓操作拉到涨停板 对 这些股票目前为止都很强 但是要到处不敢买 为什么 还是不敢进场 因为有点点相对高点了 因为这个股票已经从三成 涨到所谓的五成 那我就是觉得如果现在进去 万一又跌了 或是怎么样 所以投资人他会担心 对 那散热的股票当然 他我认为他还是会继续涨 是 因为散热目前维持 从散热片到所谓的散热所谓的管的部分 他是一个新的产品 是 那新的产品他会产生新的逆迹 包含毛利利益 利益都会增加 外资法人持续看 所以就先不要那个预设那个立场 对 其实投资人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 让自己的心态 是处于一个敢买股票 我会敢买 就投资的感觉 我不是说我不要去敢 一定要去敢动作敢买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那第一个这个重点 你去买什么股票 底部的股票 是正要喷出的股票 股本小的 这个未来有商机的股票 像今天我举一档股票 我们看到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有一档股票很强 今天直接拉到涨停板 那这档股票我会在我的liet 里面 拿出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那当然今天是节目的一个开台 也要是非常高兴 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 我会在我的liet 里面 我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诚意 那也很感谢贵节目 请严老师来上这个所谓的开台 没有以后大家都希望你常常来 那我大概就是每一天 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 我会提供我一些个人的经验 包含投资理财的一个方向 当然每一天有不同的一些主题 我希望能够帮大家 在理财这样道路上面 走得更加顺遂 好谢谢 好感谢严老师精彩的分析 如果大家来听的意犹未尽 或是想知道更多的选股策略 集盘中最新消息 一定要赶快加入严老师的liet 也持续收看财经纪演示 下次见拜拜